《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每週精選 2016年11月13日 第1524期時代論壇 專欄是《呈牽一線》 《遊言鳳山》贊文 題目是《有種目者》 根據《衛報》近期 對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 摩蘇爾的報告 伊斯蘭國ISIS 對這個城甚為重視 在2014年中 ISIS佔領入侵摩蘇爾之後 這個恐怖組織以此地 被作為伊斯蘭哈利法國基地 理想是要將伊斯蘭國度發揚光大 現今伊斯蘭國領袖 阿布巴格達迪就住在摩蘇爾 其實 哈利法的伊斯解作《繼承者》 這位繼承者阿布巴格達迪 立定要撕水伊拉克的摩蘇爾 導致大量摩蘇爾信徒外逃 大約兩年前 當伊斯蘭國還未佔據摩蘇爾附近城鎮之前 這裏約有20萬基督徒聚居 為了面致少數民族的種族完全滅絕 近期伊拉克聯軍和ISIS 在摩蘇爾肉血對抗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分作為好消息和壞消息 好消息是伊拉克聯軍已經重奪摩蘇爾附近的78個小鎮 壞消息是ISIS已經處決232個平民 摩蘇爾附近年年有過百萬平民留守 伊斯蘭國需要利用上萬平民作為人肉盾牌 來與聯軍慢慢對抗 當聯軍重建部分摩蘇爾小鎮 其中一個基督徒小鎮叫巴特拉 巴特拉得到解放之後 教堂的鐘聲重響 其實我有一位伊拉克學生就是來自這個基督徒小鎮 阿拉伯文阿布蘭的意思是目者 阿布蘭約翰這位68歲的目者是阿蘭族的後裔 皮膚白節有高等教育背景 和一般皮膚較深沉的阿拉伯裔人不同 巴特拉小鎮解放之後 阿布蘭約翰和他的太太就第一時間重回這個城市 根據拿撒勒國際基督徒互聯網報道 是Come and See 2016年10月23日的報道 約翰是這樣的說 這裏教會已經被燒毀 我的家亦都已被洗掠一空 遍地還有很多地雷還未插解 但是我仍然是歡天喜地地地回歸這裏 這樣願意重返 需要付出重價 因為墊地仍然在附近 這些目者是現今遇的有種目者 不止約翰一位有種 我亦都有另一位剛剛畢業的敘利亞學生 他是來自阿拉伯 這個城市大部分地區 仍然被伊斯蘭國所控制 他和太太在今年夏天畢業之後 竟然決定要回歸 牧養當地教會 對我來說 他們屬靈的透視度甚為不同 他們不以人的房產生命懷念 他們一心只以負的家懷念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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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 waar然房子不需要 所忠交 pairs 大霞 就是